大家好,今天我们打算招待大家到太阳系的边境,来一趟精彩的旅程。 我们来到的是冥王星上数一数二的惊人的景点,史波尼克高原。 这个平原的存在自身已经足以令研究人员们必须重新思考许多关于冥王星的至今已经被确认的见解。 平原之中特别有名的,无论是哪一张照片都会看到的巨大的细胞。 大家好,这里是Top10。 全世界的科学家为了解开这个谜底,在这数年间都绞尽了脑汁。 而今天,谜底终于解开了,是时候为大家说明一切了。 听上去是不是很有趣呢? 那我们赶快开始吧! 史波尼克高原的细胞 冥王星距离地球非常之远 就算我们要用望远镜去观测,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因为当那著名的探测机《星式野号》为人类送上冥王星地表的影像时, 不光是学界,就连对天文学感兴趣的一般人都为之而狂热。 这些照片上拍到的过去太阳系第九星的姿态, 与我们印象中是阴沉、单调、一片荒芜的冥王星完全不一样。 研究人员们发现,冥王星上有色彩丰富的山丘, 呈喷火口形状的地形,以及广大的平原。 人类在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那著名的冥王星之星的存在。 那是一片雪白广阔的土地上呈现出来的漂亮的星形。 冥王星之星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东边的部分比西边的有更多隆起的地形,因此阴影的部分较为多。 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在别的影片中会再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今天我们会为大家介绍西半边最雪白平坦的部分。 这里就是今天的谜题的关键。 冥王星之星的西半边的名字是来自于1957年地球发射的首颗人造卫星苏联的太空机械史波尼克一号、史波尼克高原。 高原的面积为1050公里乘以80公里,是日本、韩国以及德国的总和。 考虑到冥王星的表面积,比北美大陆要小,可想而知高原占了非常大的比重。 史波尼克高原的一大部分是位于冥王星的北半球。 这个高原一直被认为很有可能是块因冲突而获得的盆地。 也就是说,有某颗巨大的天体在撞向这个准行星之后所留下来的痕迹。 在这里也是和冥王星其他地方一样,非常的寒冷,平均气温为零下235度。 在过往研究人员认为,冥王星上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地壳运动。 然而,当研究人员看到史波尼克高原的照片后,不得不承认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因为高原上一个撞击坑也没有。 而且据推测,它的岁数要比1000万年要小。 即使和地球上的完全不一样,这也证明了那是地壳活动的痕迹。 让我们把话题转移到史波尼克高原中最有趣的部分——多边形。 情形就好像是有人画了一条线,把这片广阔的区域划分为平均33公里的正方形。 多边形几乎完全是平面的。 多边形与多边之间的边境是地欠又或者是相连着的丘陵。 多边形之谜 到底是谁把不可思议的多边形覆盖到冥王星广阔的地表之上呢? 会不会是外星人跟我们玩猜谜游戏呢?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宇宙中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可时至今,别说我们根本还没有证据去证明外星文明的存在, 更不用说高度发达的文明了。 因此,我们接下来还是尝试以自然现象去解释多边形出现的原因吧。 在多边形被发现之后,关于为何出现这个现象,坊间立刻出现了多种说法。 在众多的说法之一,就是固体对流的说法。 对流导致数公里厚的安冰层覆盖了史波尼克高原。 简单地来说,就是冥王星的地底下有热源去加热高原底下的冰层。 但是,这个说法明显有多个漏洞? 没错,现在冥王星处于地质活跃气,它的内部深处毫无疑问是非常的高温。 然而,如果真的是内部的热源导致的话, 类似的多边形不是应该覆盖着冥王星的整体吗? 事实上,只有冥王星西边的星的部分才受到内部热源的影响。 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个说法实在是有太多的疑点,而且是不符合事实的猜测。 另一方面,由阿德里安·莫里森率领的英国亚西特大学的研究团队致力于解答多边形之谜。 他们收集了庞大的资讯。 收集的内容包括冥王星的构造、气候、大气的组成等相关的数据。 他们把这些收集回来的数据利用电脑进行演算之后, 研究人员得出了冥王星上的多边形是在升华之后形成的结论。 升华到底是什么呢? 升华其实是指伴随着温度的上升,物质的状态跳过了液体阶段,直接由固体变成了气体。 在地球诸多的条件之下,点,譬如说,就有着类似的特征。 点在固体的状态之下是呈现深灰色的结晶。 把它逐渐加热之后,当达到了特定的温度时,它不会溶解,而是直接开始蒸发。 又例如,火星上的冰的升华是众研究人员都知道的事实。 当大气气压越小,水的沸点就会越低。 由于赤红行星的大气气压一般来说都是很小的,因此一到火星上溶雪的季节之际,雪和冰都会立刻蒸发。 一边听着溶雪后的潺潺水声,穿着心爱的雨靴在春天的河边玩乐,很可惜在火星上是不可能的了。 与火星相比,冰王星距离太阳更远,所以也是更加的寒冷。 这颗星球上没有完整的大气圈。 地面上蒸发的气体形成了既稀薄又平弱,低密度的膜,包围着行星。 这一层膜主要是由氮、甲烷和一氧化碳组成。 氮冰是组成冰王星的地面的主要成分之一。 水的冰虽然也是存在的,可是它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即使大气实际上是完全地不存在,水分蒸发之际,冰王星的温度也不会因此上升。 可是如果是冰冻的氮的话,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 史波尼克高原上存在的氮冰似乎比冰王星的其他地方来得还要多。 氮在与太阳的距离接近的时期落下,在太阳的热力等各种不同的因素, 在相互作用的影响下,史波尼克高原的氮冰升华了。 冰会出现裂缝,这就是最初我们提到的地嵌。 当达到一定的量后,冰王星高温的深处与冰冻的地面发生了热力交换。 研究人员利用了电脑进行冰王星的深处,地面的淡的冰, 大气圈中的淡气,三者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模拟场景, 结果出现了。 就是形状和大小都刚刚好, 与在冰王星之星的西边观测到的一模一样的多边形。 就这样,遥远的星球上其中的一个谜团被我们解开了。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影片。 可是,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冰王星上所有的谜团都已经被解开了。 冰王星与其卫星凯伦仍然隐藏了非常多的秘密。 例如,凯伦的两极附近的红褐色籍贯的出现的原因, 至今仍然不明。 它就像是卫星凯伦的身体上的一个很大的擦伤痕迹一样。 关于冰王星上的大气圈的变化, 特别是质量与密度等不可预测的变化等, 我们还是不能理解它们的成因。 因此,这一颗遥远的准行星, 绝对还有更多的惊人的秘密, 正在等待我们去发现。 只有这一点,我们是百分之百肯定的。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及给我们的影片点赞。 也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和在社交网站上与朋友分享这支影片。 这样各位就不会错过最新的资讯和有趣的知识了。 那么我们又来到了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了。 相信很快会和大家再见的。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